China的本意就是瓷器 我国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开创了 制造原始瓷器的先河 这比欧洲大约要早一千多年左右 在三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已会用铜矿炼铜 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斯姆雾顶 是目前发现的最重的瓷铜器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公益全书 书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各种类型铜器的 铜锡合金配比的科学总结 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万碧书中 有诗法炼铜的记载 曾经得铁则化为铜 春秋晚期 我国已使用铁器 战国时又发明了用烧红的生铁 在空气中反复断打的百炼成钢的技术 早在西汉时期 我国就发明了造纸术 明代科学家宋应兴在天工开悟艺术中 对造纸术做了系统记载 随唐之际 我国就已发明了黑火药 主要用于军事 后来传到欧洲 成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 此外 我国人民在酿造 制糖 制盐 染色 防腐 漆气 以及彩霉 石油 天然气的发现和利用方面 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风险